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有几张不同的假的身份证 要跟这个女孩交往说 用了哪一张身份证 那她喜庆她就是用那张身份证 到底哪一面才是她的真面目 陷入情网的女孩们 又在真真假假的爱情里经历了什么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之 完美男友的谎言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金飞 不将就 这个词总是被许多坚持 想要寻找灵魂伴侣的 适婚女性频频提起 面对七大姑八大爷的催婚攻势 还有社会舆论施加 给大龄未婚群体的压力 一句不将就 那还真的是独立而且霸气的回应 可是我们今天要说的 这个女性间小李 他本来是以为自个儿算是比较幸运的一类人 因为在自己即将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狂风暴雨的时候 正好上天就赐予了一位看过去 完全不需要他将就的完美男人 小李家住杭州 和很多到了适婚年龄的女青年一样 身后也有一对心急的父母 可能我爸妈是结婚吗 催婚这个事从字面上看的 首先催这个字就极具压迫感 本能上就会让人产生不适 这小李也是 父母的催婚大法 简直就跟那唐僧的紧无咒似的 小李快要忍无可忍了 就在这个节点上 有个男人的出现 简直就是拯救小李于水火 这个男子名叫李某浩 机缘巧合之下跟小李认识了 李某浩仿佛是着了魔一般 对小李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各种嘘汗问却甜言蜜语 人们都说结婚前擦亮眼 结婚后睁只眼闭只眼 现在正是需要擦亮眼的时候 小李觉得自个儿不能被几句甜言蜜语 就冲昏了头 更何况 这个太过于擅长说情话的男人 会不会有点不靠谱呢 但是小李越了解越发现 这李某浩可不是自个儿想象中的那种人 不但不会不靠谱 其实还是个挺实诚的人 李某浩的这个动作说实话还是蛮可爱的 为了证明说的句句话属实 居然主动还掏证件 实在是简单直接有诚意 而且不仅为人看起来挺单纯 接下来小李还发现这李某浩的经济实力还挺不错 物质条件好这是好事 但是小李还是留了个心眼 这李某浩年纪轻轻的哪来这么多钱 供他这样小费 不会是什么富二代顽固子役吧 那这样就算条件再好都得绕道 可是李某浩给小李的回答是 自个儿所拥有的这一切 都是在杭州开公司创业得来的 父母的话呢 也只是普通的公务人员而已 他说他父母是什么 中午主管部门上班的毛 家庭正统 自个儿又有上进心 为人还时尚 怎么着也能打个90分吧 没想到李某浩呢 还有个优点 直接就把自个儿送上了完美男人的宝座 要抓住一个人的心 首先得抓住他的胃 李某浩居然还有一手好厨艺 这样的男友真是打着灯了都难找 对于李某浩到目前为止的表现 小李也没什么好调剔的了 那么他们最后待一会儿了吗 这么完美的男友 小李的这个婚姻问题 应该顺理成章的解决了吧 遗憾的告诉你 没有 因为我们今天要讲这个事 并不是一个灰姑娘 遇上白马王子的唯美的爱情故事 接下来这事话风就要变了 我们先把时间往后推一下 不久之后 也就是2019年8月份的一天 杭州市下城区公安局文辉派出所的 这个副所长王伟呢 正在这个所里头值班呢 突然呢 有一名年轻的女子走进来了 神秘兮兮的说 想请警察帮个忙 调查一个人 带着一份借条 拿给我看 女孩子跟我讲呢 就是借给她很多钱 年轻女子说自个儿姓孙 借条是男友写的 除了借款金额 借条上还清楚地写明了 男友的身份证号 孙某说呢 当时男友承诺 一个星期就还钱 可谁曾想几个月过去了 他连半毛钱都没见着 于是呢 王警官按照女孩提供的 借条上的这个男友身份证号 进行了查询 借条拿过来之后呢 我就把身份把它核实了一下 经过核实呢 发现名字是真实的 身份证号码年龄错了一位 身份证号码竟然写错了一位 这是不小心的 还是故意为之呢 不管怎么样吧 王伟将正确的号码 抄给了这名女子 也就是孙某 建议呢 她可以拿着借条 到法院起诉去 问题应该不大 我是建议她去到法院 去起诉她 反正也是在我纠缝 我说你有借条 那法院肯定是支持你的 听了王伟警官的建议之后 孙某就离开了台书所 转眼了就到了月底 又有一名年轻女子 巴巴拉 说自个儿的男友 借钱不还 王伟在进行询问的时候 惊讶地发现 这名年轻女子的男友 和之前的那孙某的男友的名字 竟然一模一样 这个名字比较特殊 我就想到了八月初的这个事情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有两名年轻女孩反映 男朋友借钱不还 这男友的名字还都一样 会有这么巧合的事 还有更巧的事呢 这男朋友的名字 咱们还都挺熟悉 不知道您刚才听清楚了没有 这两名年轻女孩 借钱不还的男友 叫李某浩 哦对了 之前小李姑娘 那个真诚又多金 还烧的一手好菜的完美男友 不也叫李某浩吗 世界上有那么多巧合的事 小李的男友不是年轻有为 加点丰厚吗 怎么会欠两个年轻女孩的钱 会不会是哪搞错了 等警察把这嫌疑人 李某浩的这个银行账单 交易记录调出来一看 哪会有那错呀 不就是他吗 警察赫然发现 跟他转过钱的这个疑似受害者 得有十多位呢 而小李的名字 就在这份名单之上 初步塞查出来 他大概有将近十个 就是向他赚钱的 有来无回的 我们根据这个筛查的情况 然后通知可能的这个受害人 过来做笔录 再等小李一来得知真相之后 您就可以想象 他是什么感觉了 不但被欺骗了感情 小李啊 也借给了李某浩不少钱 为了给心目中的完美男友借钱 甚至自个儿还背上了网贷 已经和对方发展到 谈婚论嫁地步的这个小李 他真不知道该怎么向父母亲交代了 我给大爷们借了四万给他 每个月会还钱 自己钱也没有了 我爸妈问过 我说他好像不在行就 他走了 我就这么说了 没跟他说别的 要是知道他是这样的一个人的话 我爸妈对他疾病了 我也挺生气的 这样的人好像也挺渣的 看到这儿呢 您应该也会替这个小李鸣不平吧 被骗的感情 豁达一些的话 可以当是一阵风吹走算了 被骗的钱呢 还能要他回来吗 就在联系受害人的时候呢 警方发现了一个挺奇怪的地方 这些疑似受害者居然有相似之处 这十多位受害者全都是女性 而且大部分都是李某浩的女友 年龄都在25到35岁之间 这什么操作呀 刚才小李说的那个词挺渣的 看来还真没过 而当伪装被彻底揭开之后 躲在完美男友这张面孔背后的他 又究竟是一副怎样的嘴脸呢 欢迎您回到传奇故事 我们节目目前正在手机加一台上同步播出 您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客户端 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收看我们的节目了 我们刚才说到小李 看似完美的男友李某浩 同时拥有近十位女友 这人不仅是感情上的骗子 而且还是金钱上的骗子 女友人手一张欠条 第二连三到派出所报案 这李某浩到底是谁 他到底用了什么方法 骗了多少人呢 警方对李某浩的行动展开了调查 很快通过技术手段 这就锁定了李某浩的位置 查询他的轨迹 发现他这个人轨迹已经不在杭州了 然后我们当即给他批准了 刑事拘留 进行了上网追逃 十月十七号的时候 李某浩在哈尔滨西站被抓获 我们十月十九号将他急下回航 再次回到杭州的李某浩面对警察的审讯 很快就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他编织了一个个谎言 就像五颜六色的肥皂炮 警方轻轻一说 全都破灭了 为了提醒以后基于寻觅家园的女士们 不要再被李某浩这样的人花言巧语 骗得上当 在这有必要揭穿一下这个李某浩种种谎言和花招 谈到为什么要骗钱 李某浩说自个儿有个不太好的习惯 就是花钱大手大脚 在消费上没有任何克制的李某浩得想办法来维持自个儿的开销 思来想去的他觉得自个儿唯一的有一点异于常人的本事 那就是哄女孩子开心 但是这本事能用来赚钱吗 李某浩觉得可以 在他的诸多骗术当中 最多的就是用感情去欺骗受害人 获得信任之后让女友们借钱给他 所以首先他需要给自个儿包装出一个所谓的高富帅的人设 这个硬性条件上可不能说 所以就像开头小李看见的那些什么朋友圈都是豪车 年轻友人 父母是政府工作人员 完全就是个相当有钱家境又优越的理想对象 但这全是假的 除了朋友圈晒的豪车都是租的 就连年龄也是假的 林文浩说自个儿是1990年出生 30岁左右正是适婚宁的 事实上他只是个96年的毛头娇 但是女孩们被假象迷惑了 走到这一步 已经基本上对他的硬性条件没什么挑剔的了 而且软性条件的 他又温柔体贴会照顾人 还烧的一手好菜 厨艺高超那可真是货真价实 不仅是居家好男人 而且性格还特别好 能说会道的 这一点 您看看他和警察的互动就知道了 你是正义利剑 我真的特别佩服你 这么多民警中你是最有正义的 你们是不是跟你们都是这么夸的 所以人家都 我夸啥我说实话 你本来就正义 你前言利语的感觉好多这么开心 人家跟你 那我就幽默点还不行吗 那幽默是一个人的优点 你这个梦里怎么这么相信你 这个不好回答 就像我相信你一样 这油嘴滑舌的样子 还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但是呢 也真是能哄人开心 多金又多情 贤惠又幽默 带着这样完美的人设 李某浩就开始广撒网 指大鱼 李某浩寻找了这个作案目标的方式 要么是微信交友认识 要么就是通过招聘网站 把自个儿伪装成公司老板 但也有极个别的特律情况 李某浩为了认识他们呢 是煞费苦心 大做文章 就比如下边这位 他曾经的女友 李某既然是在高速上开车的时候认识 韩剧都不干这么严 想想那个画风啊 开着豪车的男主在高速上各种飙车技引起了女生的关注 接下来缓缓地摇下车窗 发射出灿烂的笑容 还有够浪漫呢 虽然是浪漫 但是在这儿还是得提醒大家 道路千万条 安全第一条 行车不规范 轻人两行列 好 说回李某号 笔画完手指之后 他竟然还来真的呢 加上微信之后一了解 哎呦 完全就是捡着了宝啊 但是女孩们可能还会有最后一个疑惑 这么完美的人真能对我真心迟疑吗 李某号接下来的行为 无疑是给他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李某号总会假装很有诚意 跟对方去见家长 比如前面我们说过的小李 李某号就跟他回了他老家 我准备回家了 他说他刚好有朋友也在我们老家 他也要过去他顺便送我一下 我想呢 你身边他也去那边 他都到我家那边 那我就说 那你要不来我家附近吃个饭 后来他就回家了 看起来从李某号送小李回家 到李某号最后去小李家吃饭 一切都顺其自然 但是对于这次饭局呢 李某号其实早有准备 他跟我妈说 他说他在杭州买了 最近二手买的 拉丁还是什么的 还加我妈微信 李某号这表现是啥意思 是在讨未来丈母娘欢心嘛 所以说小李在旁边听着也有点夸张 但是看着父母都挺满意的也没多说话 到这儿呢 李某号算是让小李放下借位了 可还没等回到杭州呢 李某号就迫不及待了开始了下一步 这就开口借钱了 为了让这个受害者相信自己是确实有钱 他会批一些假的这个银行的短信 就是您账户余额几百万 但目前被冻结 微信余额几百万 目前被冻结 我有钱但是我拿不出来 你借我 我就可以把这个钱拿出来还你 你又不过李某号的软磨硬泡 最终呢 小李还是心软答应借钱给他 为了让女友放心 李某号在现场还录了视频 表示自个儿不会赖账的 今天2019年8月28日 李某号222403 1990 向女士借取换员 无利息 经双方约定 于7天之内偿还 于2019年9月5日之前 还清如有拖欠 法院裁决 本人自愿 录是视频 李某号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所有的借的钱 他都是写信条的 被抓后之后还是强调说 我这些钱全部都是借款 明示纠纷 跟诈骗扯不上关系 他有几张不同的假的身份证 他跟这个女孩交往 说用了哪一张身份证 那他写信条就是用哪个身份证 有了视频 有了白纸黑色的借条 女友小李也放心了很多 这样的花招 李某号耍了很多次 如果对方还迟疑的话 李某号就会再来一招 欲擒故作 说我给你买个包 或者给你买个手表 订单的截图给你看一下 本来自己给 自己包装的就是一个 有钱人的身份 有些是下完订单就退了 有些是干脆就是假的 明示上送了礼物之后 他会说 那我给你买了这么贵的包 你是不是要给我也送点礼物 脸皮比较厚的 就借钱的时候 软磨硬泡 这三招一出手 基本上就没有借不着的钱了 而这些女孩并不知道 她们打完钱的那个瞬间 这完美男友就会开启 躲债模式 那套路简直是让人瞠目结舌 首先 躲 好不容易联系上了 明母后就会利用对方的同情心 开始骗了 骗完如果还有人不死心继续追债 那就开始装杀车 昨晚喝多了 跟我朋友聊了点 就是一起做点买卖 一借了酒劲就给他转过去了 早上清醒就后悔了 就这样 姑娘们可能也明白 对方就是实打实的渣男 压根就不想还钱 到最后呢 只能独自收拾这场爱情闹剧流下来的残局 而且据警方统计 李某浩在多起诈骗当中 涉案金额高达百余万元 对于这些行为 李某浩仍旧有点不以为然 因为他自以为打了借条 录了视频 这些钱就算是借的了 你要不抓我 我那个是在哈尔明准备回老家的路上 我现在到家里跟我请击说借一件 那欠情结的总理 欠他们的好 你提醒的这套将近一百万 谁没有两个有钱的情结 把这些处理了之后 有这一丝皇上那么多 可以上亿一下分歧 说的还真像那么回事 难不成李某浩真打算还钱呢 事实上他压根就没这想法 他虚构身份 虚构事实 再加上挥霍成性 所有到手的钱又继续拿去消费了 他借的钱 他也没有用来还前面的债 基本上是平时消费挥霍 看得出来 李某浩始终是一副游戏人生的态度 也难怪从始至终 他面对警方的审讯 都没表露出一丝的紧张和畏惧 也许他还没有意识到 他的所作所为 给那些曾经相信他的受害者们 带去了多大的伤害 他也并不知道 自个人犯下的罪行将要承受多么严重的法律后果 当警察告诉他这一切的时候 李某浩的那表情终于令人意外的严肃起来了 对于他的这位女友 这段感情 李某浩说了这样一段话 感觉有一些愧疏了 因为他们不把怀佑了 之后我进来以后也信息隔禁了也没有负责任 也许李某浩在这些真真假假的恋爱里头作戏太久了 他自个都动得真感情了 警察捕捉到了李某浩这一细微的表情变化 经过警察深刻的思想教育 李某浩终于对自个的行为有了反省 关于这起案件 警察认为还有一些建议可以提供给广大的女性朋友 务必得提高警惕 擦了双眼 不给犯罪分子一刻乘之机 对于刚交往的那些朋友 就来问你要钱 借钱 最后非常小心 第一个他的身份是否真实 他表现出来的自己的一些社会属性是否真实 是否真的有这个偿还能力 有时候不需要不好意思 它确实是一个风险 毕竟受害的人最后是自己 大家在生活中如果遇到相关的类似事件或者类似的人 察觉到他可能自己可能被骗了 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即使向公安机关求证寻求帮助 尽可能能挽回损失 我们也会尽全力打击类似的犯罪 是啊 希望大家都能够凡事留个心眼 尤其像李某浩这样的迷惑性极强的感情骗子 更是得打起一百分的精神来警惕 回看这个案件 被骗走的钱得需要更努力的赚回来 被伤害的心 恐怕得花好长一段时间来治疗 不幸怀上李某浩孩子的这个女孩 她需要独自扛下更多的责任 李某浩的行为给太多人造成了方方面面的悲剧 自个儿也必然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根据我们国家刑法规定 诈骗金额超过五十万 那就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那可是会面对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是无期徒刑的 大好的青春年华要在监狱里蹉跎了 骗人害己 痛快一时 又什么意思 好 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如果您还想收看更多精彩内容 那就请到各个应用市场 去下载手机将细台客户端 好 各位观众 再见 大家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